18日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审判官对涉嫌违法性暴力犯罪处罚等特别法,伤害、威胁、强迫、财务损害等,对崔中范进行首次审判。 崔中范方面,对于检方以证据提出的聚和拉和聚和拉同居的巨谋、所属社代表等的陈述全部都不同意。 崔中范代表律师表示,照片并不是在不顾受害者的意愿的时候拍摄的,也不是引发性欲望和羞耻心的照片, 对于受害者的伤害也是在控制受害者滋味的时候发生的。 非凡娱乐时时报道